受臺東市長 黑志強 新進的副市長蕭佳琪 要去中央做內政部處長 也因此外界在下 黑志強在下輸出負責的台中後 有議員要來認真 接著這個問題 政黨也出現完全不一樣的解答 將來看早稿差不多確定 但是臺東市長 黑志強 做出消閣的結局 後面體看到是黑志強 臨臨有變化 外界階代表人贏 每年台中市長選擇開始開動 例如是小嘉吉中央在電腦後 會到台中市長選擇 現在對這個方向 小嘉吉表示 目前沒有到台中市長選擇 沒有想到其他未來的規劃 只有想到怎麼樣 把目前新的工作把它做好 不過想要參選 台中市長 如果你在議員看法不一樣 有人在議員 如果是黑志強 計劃要競選電點 就不可能 讓重要的輸出台中離開 所以黑志強 進出電點的議員 已經三台可能性政官 小嘉吉就可能是為 哪贏參選台中市長的外界 但是有人說 小嘉吉起入進步後 對黑志強 進出台中建設有幫助 對電點要加分 在內政部大概更能發揮更大的資源 來支援台中市的建設 我想增加了其他的幫忙 在內政部正次之後 當然也不能夠排除 他經過這個歷練之後 也是部局的人選之一 進出台中市長 國風設定都在這支部局 黑志強 想要連任愛 民隊嚴格調整 加上第一次 國度選前 黑志強 嚴格過關 所以 政大人數改選 南亞 五十 準備第二套局本 兩千空在四年 一定要趴出最好 一張牌 來到台中市長 另外 還有這次 看著 台北市的單位前 台東市的小家記 可以說是 讓領兵黑志強 有手接過 也不過有什麼 做立頓的股部署 建議 負比書中 亂兵說氣勢 這也是 大家觀察的部分 下者 本市馬總統 最近透過內國改組 主要是要想他 下者的推動前部 來救官報告賓賓賓賓 看出國民黨中心台 上這班泰水 領事 感染救國黨出現 微妙變化 也好 讓領兵中心台 這班臨算 中心失敗 記者總 可不得